林志堅已经是一个废人 林志堅在民进党内是个废物 完全没有任何将来 同意他没有未来 确定已经确定了 所以他是个烂咖 他这个烂咖 他什么都不是的 所以林志堅这个人是个烂咖 林志堅任何的发言 对台湾社会没有意义 对新竹也没有意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林志堅在对高航安的回应当中 表现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在讲游戏规则 他在告诉你说 你高航安现在讲的事情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 那个叫做民事纠纷 对不对 对 为什么 这个工程原来是新竹的工程 新竹工程我现在的还在 叫做完工验收阶段 就还没有完毕啊 还没有完毕工程的 不是说钱给了11亿多了吗 90% 但是程序上没走完 90% 可是这个合约在执行中的合约 那谁要负责 继续把它执行完毕 新竹市政府 对 所以高航安现在在谈这个案子 闭案的时候 错了 应该先把这个合约完成验收 要完成一个验收大报告 根据这个报告出来 一条一条写 那个才完成 结果高航安现在 没有完成验收报告 就提了100多项缺点 就丢给了新竹的地点署 出手太莽撞了 那你知不知道新竹地点署 在去年9月份就已经立案了 传授5个月专案 那我问你新竹地点署 9月份立案是帮谁吗 做假动作吗 做假动作啊 这代表我们有查没有问题啊 新竹地点署已经做假动作 在帮助这个 帮助沈慧宏跟林志坚了吗 已经在帮民进党 新竹地点署在9月份动作 就告诉大家说 我在偏向民进党 司法不公了嘛 结果你现在高航安还要把资料交给他 那高航安不是很笨吗 高航安是个理工妹你知道吧 他找副市长 那个检察官也笨啊 天真嘛 以为他夺帝了 高航安今天在新竹这个动作 跟他在立法院动作一模一样 什么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疏忽大意 因为你这个打不到要害 因为这些人是贼你知道吧 这个贼是鬼你知道吧 鬼要有什么抓妖的本事 你没有这个抓妖本事嘛 好然后再来第二个 我很简单 我要是高航安做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我不会自己干嘛 我跟议会合作嘛 这是政治是拉帮结派的事情 你还在当立法委员 要在那边开记者会 这个屁用 你要跟议会一起合作 议会成立调查小组 把所有弊案议委员一起参与 把光芒搭在一起分 然后目的就是要把 很简单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目标 没有别的目标 让临时间去坐牢 这么简单一些事情 然后这些议员们比你厉害 这些议员们本身也会贪污 对不对 以前我们曾经经过 你知不知 曾经民进党建议过 让罗福祖当法务部长 罗福祖当法务部长的话 抓黑道最厉害 如果他真的要抓 所以你要把这个三十几个 新竹的议员先要跟他 民进党也进来 民进党也一起进来 时代力量进来 时代力量能干的不得了 对啊 三个议员厉害的不得了 这个同意 太同意了 那三个人来帮助 我跟你讲 超过那个检察官 对 超过 对不对 你发动千军万马 你个人故军奋战 你要把他变成一个 你在立法院立法委员 用做个人秀的 对 对不对 一棒就把你打掉了 就说你是为了转移 你自己案子的焦点 不是 他讲他怎么不理他 他说你合约 你合约是民事纠纷 我合约 结果民造长第二天马上跑出来 哎呀我承认错误了 你罚款 告我 怎么可以 案子就破了 案子就结束了 破掉的破了 就破了 没有打到林志坚 林志坚明明是贪污 明明是犯法 对 所以你把他放掉了 为什么 因为新竹地建室在帮他 那你觉得从表面上 从表皮来看 因为你以前是台开的副董 你懂这个工程 懂建筑 懂建设 我都专业的 他什么巨家跟爱意康 他们一个营造一个 你要先把结构搞定 你告诉我们怎么回事 结构很简单 结构上要先跟 与会合作 你同意了 同意太同意了 与会合作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我告诉你 他怎么贪污的 好不好 他贪污的方法 我先跟你讲 他第一个是三亿多的工程 对不对 三亿多的工程 第二个 那是只门口一片 后来他又把他球场扩进来 就搞了变八亿多 然后八亿多开始开标 开标的时候 他开始是统包 统包什么意思 你知道吧 我做基础设计 就basic design 我只做大的设计 框架设计我来设计 这是我新竹市政府设计 然后细部设计 你去设计 问题是他妈的细部设计 才是钱 他得把那个钱 这个利益就直接就给了厂商 你知道吗 然后譬如说一开始 他标了七次才成标 他怎么搞 第一次标 哇 里面写了一大堆 一大堆 大家一看 那么多 没有人标 就没有人标 因为一千项太多了 钱不够 第二次 他给你搞了八百项 钱不够 搞到第八次的时候 大家一看 没有 不要问了 里面都坐不下来 起码正常的击退 他把减项 抽鸡摸狗 把原来做的 原来做的没有搞头的八页 他可能弄个九页在里面 你坐不下来 就减减减减 减了变成五页了 没人知道 这居家就标到了 还有就赔本生意 大家不会做啊 对不对 他用最低标嘛 对不对 他把价格要 不是最低标 不是最低标 合理标 合理审查标 审查 他减项 你懂不懂 他先给你弄一个 听懂 你做不下来的一个 但金额会不会太低了 不是 就开始就金额太低嘛 开始金额就 你没有人标啊 到了没人来的时候 他把那个内容换掉 抽粮换住 抽粮换住以后 大家不知道啊 就被居家标走了 那里面变成里面 肥肉一大堆嘛 这第一个 好 拿到了八亿多以后呢 哎呀 他再跑去跟中央申请 前瞻预算 因为八亿多前瞻 就八亿多的时候呢 二分之一 低于二分之一 不要再开标了 就直接就追加预算 嗯 那就追加了 就变成12亿了 嗯 他这个八亿里面 已经搞了一块肉在里面了 捡捡捡捡 捡到肉 了解了 然后又搞个四亿的时候呢 就变成直接 他不是从三亿大 拉到12亿 他中间还有个过度 八 先拉到八 变成八亿 嗯 好像名正言顺 对 里面塞一堆 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 让你标的人不敢标 对 标的人不敢标 没人标 第二次又改 嗯 没人标 搞了八次 搞了八次 捡捡捡捡 变成有肉了 嗯 有利益了嘛 可是你要知道 那我是 这个有人有内定了嘛 嗯 所以他是图利的巨家 杜家人赚了一大把 嗯 你知道吗 这个要去查 这一部分 您之间有签字 因为变更工程项目 要四党签字 嗯 要您之间亲自签的文 拿出来 一送法办 会中 你觉得这个 但这一定要零字间签字才有用 你不要去扯 那你不要拿个电线 拿个石头 对对 做秀嘛 同意 高宏安的贪污案 嗯 在今年2024之间 嗯 会不会判刑 不会啊 啊 你说他的案子 他是立法院的 可能会起诉吧 起诉当然起诉 你说益审 我觉得可能益审 你是国民党 你是民进党爸爸 判刑 当然啦 看他那个速度这么 那如果可以 今年的高宏安一定会被判刑 是 那国民进党只要有力量的话 嗯 就会去影响 嗯 那因为新竹这个地方是可以影响的 嗯 司法没有公平的 大家少来这一套 那一判下去的话 用贪污资费潮地判的话 高宏安就停职了 嗯 高宏安最多干到10月份 嗯 他三审定院才会 没有没有 一审判刑 却停职 但是停职代理 我后来中间有一度讲错 后来我好好去看了 那个 他一审停职 那由代理 那除非三审定院解职 然后两年内改选 两年后也是带领 对 所以我跟你讲 一审定院 一审不是要定院 对 高宏安一定会被判刑 一审就停职 就停职 停他的职 那停职之后是谁干呢 就那个检察官 他就准备好了 就继续办 这个事情我讲在前面了 我们怎么救他 他自己都无所谓啊 他把时间都浪费掉 你没看到吗 就不用全谋 然后轻易出手 他没有这个本事 跟柯建民这种老狐狸斗 柯建民坏的是 头底掌窗 脚底掌龙的货色 柯建民坏透 柯建民全台湾只怕一个人 只怕谁 只怕我一个 我骂柯建民骂多惨 他不跟你计较吧 他不跟我计较 不是 我现在讲个故事给你 我去新竹办活动 头一天 我一个老大打电话给我 说柯建民这个人不错啦 因为我去爆料柯建民一个案子 你知道吗 我要去爆料他一件事情 柯建民搞一个工程案 我讲简单的 结果呢 就是几十亿的啦 你知道吗 我证据确凿啦 结果我一个老大 我非常我自己的派系的老大 因为我民进党还是有系统 老美丽老的老大打电话给我 指甲 阿瓜这人不错啊 我就听懂了嘛 我说他打电话给你的嘛 当然不讲话 我说好了 我说不谈 因为我是帮高宏安 弄个活动 我何必一定要非要去爆料柯建民干嘛 就这样没意义嘛 对不对 这个可过可不过的 是两可的事情 我也不差那个新闻高度 他讲好新竹 听你讲 到了新竹之后 我就没有爆料他那一段 结果我就爆料了柯文哲那一段 沈慧宏那一段 就沈慧宏告我嘛 你知道吧 那我爆料这一段的东西 讲哪些谁给我 当然是高宏安有关的人给我的 我当时我不愿意谈 我现在可以谈 当然现在当选 我高宏安给我东西 我去爆料 结果我被告 我被告之后 高宏安也没有跟我打过一个电话 说不好意思辛苦 医师费也自己出的 够不够意思 够意思 够意思了嘛 对不对 我被告我判罚 这些政治人物都 高宏安也没有问过我 这不行啊 对就是理工妹嘛 我不怪她啦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咱们把自己给心里的 你们购网站 这天下方QR Code 我没听过 我没听过 我没有听过 我不过 你不过 你不过